我耶和华所告的塞鲁士,我搀扶他的右手,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,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,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,不得关闭。 我对塞鲁士这样说,我必在你前面行,修平崎岖的路,我必打破铜门,砍断铁栓。 我要把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,使你知道提名照你的,就是我耶和华,以色列的神。 因我仆人雅各,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,我就提名照你,你虽不认识我,我也加给你名号。 我是耶和华,在我以外,并没有别的神,除了我以外,再没有神。 你虽不认识我,我还是给你束腰。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,使人都知道,除了我以外,没有别神。 我是耶和华,在我以外,并没有别神。 我造光,又造暗,我施平安,又降灾祸。 造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。 诸天哪,自上而低,穷仓降下公益,地面开裂,产出旧恩,使公益一同发生。 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。 祸灾,那与他造他的主争论的,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。 泥土,岂可对团弄他的说,你做什么呢? 所做成的物件,岂可说,你没有手呢? 祸灾,那对父亲说,你生的是什么呢? 或对母亲说,你产的是什么呢?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,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,将来的事,你们可以问我。 至于我的众子和我手的工作,你们可以求我命定。 我造地,又造人在地上。 我亲手铺张诸天,天上外相,也是我所命定的。 我凭公义,兴起塞鲁士,又要修植他一切道路。 他必建造我的城,释放我被掳的民,不是为报酬,也不是为赏赐。 这是万军至耶和华说的。 耶和华如此说, 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实的货物,必归你所有。 身量高大的西班人,必投降你,也要赎你。 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,又向你下拜, 祈求你说,神真在你们中间,此外再没有别神,再没有别的神。 救主以色列的神啊,你实在是隐藏自己的神, 凡制造偶像的,都必爆愧蒙羞,都要一同归于惭愧。 唯有以色列,必蒙耶和华的拯救,得永远的救恩。 你们不会蒙羞,也不会爆愧,直到永世无尽。 创造诸天的耶和华,制造成全大地的神, 他创造坚定大地,并非是地荒凉,是要给人居住。 他如此说, 我是耶和华,再没有别的神。 我没有在隐秘黑暗的地方说话, 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, 你们寻求我是突然的。 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, 所说的是正直。 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, 要一同聚集前来, 大些抬着雕刻木偶, 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, 毫无知识。 你们要述说臣明你们的理, 让他们彼此商议吧。 是谁从古识之明, 是谁从上古述说。 不是我耶和华吗? 除了我以外, 再没有神。 我是公义的神, 又是救主, 除了我以外, 再没有别的神。 地级的人都应当仰望我, 就必得救。 因为我是神, 再没有别的神。 我指着自己启示, 我口所出的话, 是凭公义, 并不反悔。 万兮必向我跪拜, 万口必凭我启示。 人论我说, 公义, 能力, 唯独在乎耶和华, 人都必归向他, 凡向他发怒的, 都要蒙羞。 以色列的后裔, 都要因耶和华得称为义, 并要夸耀。 未经许可,